《特區政府的高層次統籌》 這個東西要特區政府的高層次統籌 剛才講涉及到保安局、發展局、運輸交通局、物流局 這幾個局其實都涉及在裡頭 它需要有一個綜合的配套政策 整個特區政府要對它作為一個戰略重點來對待 其實兩邊民間、商業界都有很大的積極性來做這個事 完全可以把它改造成一個基居歷史風貌 又有文化意義 同時又有高度商業價值的特殊區域 所以這個其實只要在規劃上的一個思維的改變 下面其實在商業界我相信機器性會非常高的 就是以中環為中心來思考這個邊境的這種觀點 就是以中環為中心來思考這個邊境的這種觀點 就是香港最偏遠的地區 但是北部都會區的提出其實就是這樣一個觀點的顛覆 實際上那裡是未來香港最有價值的 因為那裡是深圳 深圳其實因為是沿著深圳河 沿著邊境發展起來的 深圳具有強大的反向輻射香港的能力現在 那就是說我們那裡展望未來十年二十年那裡 不再是香港的一個郊區或者偏遠地區 而是香港的第二個都會中心區 所以一定要以這個都會中心區的概念 來思考未來這個區域的發展 那麼就是說深港雙方呢要共同謀劃 這個把它的第一是提升它的這個商業的這個水平 第二就是把整個街區進行這個活化這個改造 其實現在沿街的商鋪很多都很殘舊了 而且其實如果從產權來說 我了解情況很多實際上是已經被深圳給收購了 深圳的一些公司給收購了那些商鋪的產權 所以就是如果是沿街的商鋪這塊呢 就是通過改造活化重建呢難度不是太大的 要深港雙方呢共同去向中央爭取一些特殊的政策安排 比如說看齊這個海南的就是說 內地旅客請中英街可以每年十萬塊面稅額這樣的一個安排 包括有些政策是中央的 這個比如說這個面稅額 所以要深港雙方共同向中央去爭取 深圳和香港之間的一個 包括也是我們香港北部都會區的一個重要的亮點 那還可以跟新的一些商業業態 比如說跨境電商 這種聯繫在一起 這個鹽田保水區啊 這種跨境電商 就是在中英街落單就可以在這個保水區提貨 就寄到你的5K就不需要這個當場帶貨 這種就是很多新的模式都可以在這個中英街使用